万众瞩目的新乡世界杯正在如火如荼的进行 如今比赛已经打到了最后时刻 南平这边王楚钦在战日本名将张本志和 女平这边孙颖莎在战陈梦 本次新乡世界杯国平这边原计划派出十人出战 梁敬坤由于球拍事件 2022年度的比赛被禁赛 虽然樊振东渔翁得力直接晋级八强 可惜的是樊振东和林高远都遭遇了一轮友 无缘复仇日本名将张本志和 其中林高远输给波尔樊振东输给奥卡洛夫 反观张本志和轰出两个三 比林横扫波尔和奥卡洛夫 看了直播的球迷都知道现如今 的张本志和真的有点厉害 决赛王楚钦在战张本志和真的是一个挑战 并且本次新乡世界杯半决赛王楚钦 和马龙的比赛打完已经很晚了 也就是说在体能和休息 方面并没有张本志和有优势 同时对王楚钦来说成都 是拼赛1比3输给张本志和 可以说现如今比赛还没有开打 王楚钦似乎并没有张本志和优势打 但是对王楚钦来说有主场优势 相信现场球迷的呐喊助威慧 给王楚钦带来不一样的力量 对王楚钦来说打张本志和一定要打得很细 不能给他一点机会 并且张本志和的球活杀性很强 想要击败张本志和绝不能一板一眼地打 王楚钦身高必长移动也很灵活 并且打球攻击性也非常强 再次对阵张本志和对王楚钦来说是一次挑战 同时也是一次机会 只有迈过张本志和这一关 才有机会成为一哥 反观女拼这边的比赛对球迷 来说看球并没有太多压力 手心手背都是肉 不管是陈梦还是孙颖莎 只要打出自己的水平 至于谁能胜出单打的金牌都幸中 当然对孙颖莎和陈梦来说本次 新乡世界杯的单打也意义重大 首先新乡世界杯在家门口举办 一定会引起全民的关注 如果能成为冠军 不仅可以夺得1500积分 同时还有40万左右的奖励 现如今孙颖莎世界第一 陈梦世界第二 两个人之间的积分差距并不大 一点不夸张地说 谁能夺得新乡世界杯的冠军 谁就有机会成为世界第一 对孙颖莎来说此前接连输内战 如今有稳定的主教练邱以可之后 澳门冠军赛孙颖莎拿到单打的冠军 证明了自己 如今世界杯决赛在战陈梦 对孙颖莎来说也是一次证明 相信赛前邱以可一定会好好分析陈梦 给孙颖莎制定出合理的战术 对陈梦来说现如今28岁了 在年龄这块相比较 孙颖莎王曼玉不占优势 陈梦需要时刻保持自己的状态 可以说比其他人付出的都要多 要不然随时会被后面的师妹超越 本次新乡世界杯相信陈梦 也会打出高水平的比赛 新乡世界杯的决赛央视CCTV5 也会全程直播 只是比赛的时间和之前的比赛有所不同 晚上19点首场进行女单的比赛 孙颖莎决战陈梦 晚上20点进行男单的比赛 张本志和决战王楚钦 如今比赛还没有开打 大家说金牌是否都会幸中